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明镜火拍点点今天事 报道了中国的当局 是拒绝批准刘晓波夫妇 离开中国到海外去治疗的消息 使很多网友很多观众 甚至一些中共的官员 感觉到非常的悲愤 非常的愤怒 他们不禁止 中共当局不禁止非常无耻地制造了这么一个冤案 把一位完全适应思想 用他的学术 贡献给中国社会的一位 这样一个普通人 变成了中国的囚犯 变成了若白和平奖得主 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然后这位人物 他现在身犯结症 居然让他不能得到正常的治疗 然后编造出完全不成立的理由 来拒绝他的就义 第一条理由他们说 因为刘晓波拒绝认罪 所以他不能离开中国 那中国历史上拒绝认罪的被释放出来 而且到海外治疗的早就有先例 非常著名的异议人士 中国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异议人士 魏京生先生 他不就是从来没有拒绝认罪吗 但是他也不是离开了中国吗 还有一位在1989年60世纪中间 表现的最勇敢的 最有道德承担的王军涛先生 他不也是没有认罪吗 他不是也是到海外来治病吗 所以这个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第二条理由是 说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应于长州旅行 而不适应于长州旅行 不是你政府说了算的 是由你来确定的 而是由医生说了算 而且现在的飞行 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 得到更好的安全和健康的保障 可以给他专机啊 可以给他商务舱啊 可以给他头等舱啊 医生可以一起飞行啊 而且可以分几个阶段飞行啊 这都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中共主要还是完全无事于民意 更无事于良知的和道德的存在 甚至他们为了防止海外自由媒体的报道 甚至还把这个刘晓波密密地隐藏起来 开始是放在这个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 副属第一医院 那么我们之前已经披露了 他的这个所在地 是第一居院的二十五二十三楼 但是现在的记者去到现场发现 刘晓波并不在 是隐藏了这个医院的某一个部分 还是去了别的地方呢 明镜得到的消息是没有得到极大的确认 但是由两个消息来源 显示出来呢 他转到了这个军队方面的医院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原来的 沈阳军区的陆军整医院 或者现在叫北方战区 还是北方战区的陆军整医院 还是叫其他什么名字 因为中共的专家改来改去也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这些医院呢 根据我们的了解 他们在整流方面呢 都不是很擅长的 真正的中国最好的整流方面的专家 是在上海 我们继续会随时报道 关于刘晓波和刘晓波的情况 那么国际社会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也非常的震惊 会有更多的报道 更多的评论出来 会给中共更大的压力 然后我将会披露中共方面 想利用一条国 和德国或者美国方面 想做一个交易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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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